这么夸张吗 人都排外面啊 你没得忙啊 人家坐的满满当当的 连半来都得排队 过了这个饭前 可能会配的时间 是会端应的 还能站个桌还不错 我看这台晚上 连桌都没了 两个月 一个站一个 一个站一个排 大宝座 大宝座 有专门过来吃的 也有找不到座位 打包带走也要吃的 要问大家吃的啥 其实就是一碗和乐面 鹅浪面不是挺常见的吗 这家的面就这么好吃吗 是什么 对不对 我没谈到这么多人吗 对 基本上都对 它这基本上一点东西 它也这样 但汤我知道可浓啊 而且看着油不油啊 这个汤 可以 不是很油 主要是这个你可以选的嘛 辣椒油嘛 还就油多放一些 对 根据自己口味嘛 可以不要 但是不要我觉得就失去了灵魂 刚上来 通通通的一碗汤 这也是放不少羊肉辣椒 这个羊肉辣椒是必放的 香 爹地 油脂嘛 它这个要是羊肉辣椒 羊肉辣椒 你看你是一大坨辣椒嘛 都没辣椒 这没事 就辣椒光 香又不辣 这大疙瘩在里头泡着呢 吃后来面都是香辣椒嘞 老板告诉我们 他们家的辣椒 也是用羊油熬制的 里面还加了不少的调料和芝麻 吃起来辣度并不是很高 但是香味很足 12点22 快12点半 看着人还在门口排着呢 看这个队里头还拐个弯呢 这个队是取面的 来让一下吧 一汤锅里面 人家是煮着肉的啊 他这个量大 放肉放的多 那汤看着就熬的特别的浓 操完钱在这自己取 自己取餐 取完餐烧自己找味做 氛围好了 氛围好了 我每天都在排队 然后一年半来都在排队 关键也好吃 不好吃也不排 我来的人端走 所以说还这儿都在有分工啊 有 面好吃 糖也好 您来这儿一般买多少钱呢 我就吃15的 这里的面 小瓦13 大瓦15 面的分量也挺足 而且啊 这肉的分量也不少 看看看15的 15的肉 还行 还行 也不少 也不少 如果爱吃肉的 可以点优质的 20块钱一碗 这肉量看着也挺实在 您这是优质的 是吧 平时真这样 真这样 每天 你每天要量开始 哇 这可以啊 这有十几年 啥时候开始人这么多 这么火啊 那一直开始都是这样 刚开都这么多 因为吃的人多 所以汤锅里 每天都要煮上不少的肉 而这一锅汤 也是和了面好吃的关键 你看这上面 烧了一层的羊油啊 哇 这肥汤 你这一锅 这要煮肉 煮多少啊 煮 八九十斤 八九十斤肉 对 你头也有骨头吧 有四五十斤 还是肉多 你知道吧 肉多汤才香 六点钟起来熬汤 中午用的汤 要早上六点钟起来熬 对 那要 汤咸 筋道的和了面 配上熬制了几个小时的羊汤 再加上羊油 辣椒和葱花 十几块钱 也能吃得挺满足 爽花筋道了 一入嘴 你知道吗 那羊油的香味 特别的浓郁 这不单是羊油辣椒起作用的 它加汤你也看 舍得下肉 再加上上面漂的一层的羊油 特别的浓 特别香 这十五的肉说实在这个样真可以 肉酸薄啊 口感还行 它这个羊油辣椒里面放的还是不少的芝麻在里面 也提着这个香味 有几种东西 加在一起 就醋成了一碗 特别特别浓香版的这个和和面 真可以 它加这个剩菜性价比 我觉得就是花钱不多 能吃饱 而且味道还不错 唯一的缺点你要说吧 可能就是它家这个人太多了 你要赶着饭点来的话排队 若是有点让人着急